大家好,我是Den 今天凌晨,在韩国首尔一天文举行的万圣节派对 发生了大规模踩踏死伤事件 目前已有146名云难 而因为重伤的人太多 这数字也可能会继续上升 而根据当时在现场的市民表示 在这条有鞋铺的巷子 从这个部分开始有人跌倒 结果所有人就在这条小巷子接耳连三地跌倒 人体都堆称几乎两层楼高了 因为工作应酬 我有去过几次就在巷子旁边的Hammington酒店 所以知道这条巷子的鞋铺是有多倾斜 这么多人在这里同时跌倒的话 真的快乐也好 回忆也好 不管什么也好 没有比你的安全还要重要的东西 真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好好珍惜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安全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11月即将回归的idleman 11月1号男团Trippin 将以第一张正规专辑的猪大哥头文回归 11月2号Apink成功节将发表第一张Remake专辑 女团Nature也将在11月2号发表第三张mini专辑的猪大哥No.1 11月4号QIPA乐队男团X-Diary Heroes 将以第二张mini专辑回归 男团Highlight将在11月7号发表第四张mini专辑After Sunset 歌手Iso Koon也将在11月7号发表新单曲Alive 11月8号Newist Kim Jong-un将发表mini第一张专辑 男团BerryBerry将在11月14号发表新曲TapTap 11月14号OMG成员YuA也将发表第二张mini专辑Selfie 男团Pictor将在11月5号发表新曲Piades 11月6号男团Josby将发表第三张mini专辑 歌手PI将在11月18号发表新曲Keep Me Up 二代女团Kata将在11月29号发表出道15周年纪念专辑 然后女团Red River虽然还没有发表回归日期 但是确定会在11月底回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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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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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